目前全臺有三十八名死刑犯 因為申請釋憲 還沒有執行 有民間團體就發起了公投提案 要求死刑定驗後 半年內就要執行 中選會受理之後 目前還在審核 不過能不能趕在今年八月 法定公投時間舉辦 中選會主委李靖勇則坦言 以目前時程來看 恐怕來不及 這些死刑犯根本不會槍斃 到最後他們就是 涉中正寢在監獄裡面 這個案子會不會去影響到死刑犯 他們提出再審跟非常上訴的 這個權益 兩派激烈辯論 在死刑議題交鋒 會召開公聽會 因為今年二月有人提案公投 在監獄刑刑法 增定死刑定驗後 必須在六個月內執行完畢 除非法律另有規定 政府現在做的事情 是在保護殺人犯的人權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想請問 難道那些被害者 被害者家屬 他們就沒有人權嗎 話說得很重 提案人徐少展認為 對死刑犯保護不該 無限上綱 相關公投提案 中選會受理後正在審核 不過成不成案是問題外 即使成立也趕不及在今年八月辦理 看開死刑犯名單像是多年前的細紙殺警案 王興雄地檔持刀殺害原警 弟弟王柏英2009年被判處死刑定驗 十多年過去至今仍舊未服法 而包括他在內全台沒有執行的死刑犯 或是申請事件就得先暫緩 臺灣已經三年沒有執行死刑 法務部說只要救濟程序 未終結就無法令准 司法院對死刑事件案 則遲遲沒接過 不願護提皮丘依舊沒有時間表 記者川普家報